歡迎大家回到星期四的配星企劃 今天恆治是so sad 跌了113點 稍後也會說回恆治的走勢 你應該移一移到下面也會看到巴菌減持了 也會減持了比亞迪的走勢 稍後也會說一下疑卡 疑卡也不錯 如果你記得之前提到的區塊鏈 請大家留意八戎雲或者歐科雲鏈 今天都升得不錯 簡單的當然是買回南方比亞迪 是南方比特幣或者南方以太幣 已經完成了 我都說他的確會勝 但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移動 這隻我之前也說過 唯一是做得比較好 稍後也會說一下 雙湯 以及這兩隻 叫做 人工智能的股票 都跌到這樣的款 但八度就升了4.5 但其實他也是因為這幾天 人工智能的股票 都沒有怎樣移動 順便看看 另一隻叫做 慢車邊的AI股 9911 最後都是跌得 只是升了一點 尾圖還在繼續升 這個今天都令我 覺得 都是時候 向一個方向出發 就是 因為 我自己看的program 現在都越來越似自己的想法 所以 歐科雲鏈 其實我今早一直都沒有看過 是純粹 run那個program 的時候 就出現了歐科雲鏈 我才留意 你看到 其實 他的成交量 比平常更多 三個月的平均是92萬 今天一次過 是八倍的成交量 另一個 你看到這些 其實如果你逐隻逐隻股票看 就一段時間都沒有看過 二千多隻 所以 如果用alert Beta版 依然會放在 所有的 Tier Patreon 但是 走勢向上 或者走勢向下 我暫時未完成到 但是 各方向 或者是自己試用的時候 都試用著 將來都會放在 配星研究所 那邊 的 Tier 所以 可能會 如果你是 配星研究所 那些Patreon 的用戶 你可能會看到 多兩個channel 就是 撤回 走勢向好 或者走勢向下 那 因為 有時候像這些 或者有人在討論 或者有人在看 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 慢了 就是 我自己看 都慢了 到衡量的時候 都已經 有少少慢 除非 你一開 波特 設定了指示架 但是我會說 這兩隻 AI股 那 那 還有 就是 可能 無論是任何 Tier 都會放回 將來的方向 就是 回答問題 可能會 有機械人幫忙回答 可能 雖然 大家在說 人工智能 我們都 搞回個 robot出來 讓他們回答得快些 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 怎麼看 可能回答的時候 會 所以 無論 你幾全程 都好 你都很難 秒答 那 所以 就變成 想著用一個 robot的方法 可以回答 我當然會繼續看 那 同一時間 就是 可以回答 因為有時候 有人會同一時間 問三四隻 那 你很難 一次過問 一次過這樣回答 所以會變得 沒有什麼效率 所以 希望 將來 有一個 robot 回答大家 那 亦都 歡迎大家 對 機械人 給予意見 我 可能 給予一張 方向大家 給予意見 即是 回答到9 不回答8 或者 現在大家都可以留言 回答 大家 輔助 回答 會怎樣 有什麼 想法 或者覺得 其實都是不好 寧願你慢慢回答 算了 大家都可以留意見 最好 如果你 Patreon 用戶 也歡迎今次 在Discord 回答 或者是 你在YouTube 回答完 當然 歡迎大家 在YouTube回答完 再在Discord回答 因為YouTube 有時候 可以分出哪位是Patreon 但是 最肯定當然 你在Discord回答我 我就會比較容易 分辨 分辨 你可以在 單對單回答 因為有時候 我怕你 一個人說好之後 其他人就覺得 算了 有人說好 我還是 不要回答 所以 也歡迎大家 在Discord PM我 或者Patreon 我都可以 看看大家的 意見 因為 在YouTube回答 大家可以當 純粹留下言 Discord回答 可能是Patreon 比較好 因為多幾個 突然說好的話 其他人就沒有人敢說 不要 反過來也是 如果有多兩三個 突然說不好 有一個覺得很好的時候 或者有什麼 改良 都不敢 出聲 這些事情 先說了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大家記得 按讚 訂閱 按鈴鐺 按鈴鐺 也記得 加入Discord IG Facebook 或者TG 下面也有齊 所有的連結 如果你第一次加入 Patreon 歡迎在下面 按連結 看看影片 如何可以把兩者連接 進去 暫時有觀察名單 即時Q&A 程式通知 這個Beta版 以及 美股的頻道 所以 歡迎大家加入Patreon 或者 你也可以用BuyMcCoffee 支持這個頻道的發展 如果你這兩項 都不想參加的話 最重要是 給大家一個 Like 或者留言 其實你連什麼留言都想不到的話 其實你留個 火箭Emoji 都OK 都代表著 配聲 回來 恆子 這裡 其實 你見到 今天其實 都不是太差 大約10天線附近 你會看到 開始 有些拋 可能 在這條10天線 拋上拋下 當然 你用月線圖來看 它依然在 因為 你 憑子也是21,900 現在 20天也是21,787 所以 我覺得 其實都不是太差 當然 如果你是月線圖來的 最後才知道 但是 你如果有一天 都看到低於21,700 的話 你就 自己小心點 當然 有些股 其實就 未必會來的 特別是 非恆子的股票 所以 今天都會說 非恆子的股票 包括 第一隻 就是 信邦 信邦 其實 如果 久一點 就可能 會聽過 但是 近來 差不多 這幾個月 我都沒有說過 因為信邦 就 當時 不算是走勢 但是 你見到 就是 其實 我們看回圖 其實 他的走勢 日線圖 當然一定好 他連 這個 月線圖 其實 回到 所以 大家都 值得去 留意這隻 信邦 信邦實際上 有多威威呢 其實就是 你看到 這裡 有一篇報道 也有說 其實就是 他那個 當然 因為他 舊 他 包括 這些 大公司 他的客戶 同時 他也有 跟Tesla 跟蔚來 小鵬 那些合作 那 究竟 我不知道 他還有沒有 跟 理想 理想 汽車有沒有 說 有沒有 選擇 所以 大家可以留意 15 7天 其實 他的客戶 是多的 所以 不是 單獨 對死 一間 危險性 沒有那麼大 所以 看看 這隻 會不會 趁 有時候 電動車都開始 彈上來 看看 他會不會 跟著彈上來 也很快 一間 忘記說 就是 看看 有一隻 一隻比較小 那 我也 說一下 其實 跟這個號碼很相似 就是 1591 我也很久沒有說 這麼小的公司 這間 其實就是 你見過市值都低到爆 那 那 他呢 就是一間 建築公司 但是 其實 我自己 現在 會比較少 著重 太小的 也不會買太大的 但是 都會說一下 這些小的公司 因為 其實你如果一個市好 假設 突然 這陣子又再升回 幾百點去 那 你買這些小的公司 有時候 就 不是太 過 就是 怎樣 就是 會難炒一些 你那些 大大隻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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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玩 突然間 搞這些事情 就有少少 叫做 複雜了 那 反而你買回 那些 你不要說太大 例如 假設 你 升起上來的時候 你買一些 可能是 遊戲股 那你買回 那些 799 那些 那它起碼 那些 可能都會動給你看 那你買 一種呢 那我純粹 想說一下 它都是走勢好 那它有可能呢 就 人家升到 板板的時候 它可能會打橫 因為它很輕的就是 存在一起一次過 所以看你自己能不能控制这些奇怪的走势 我都不敢读名字 1591 走势已经环境了一段时间 这些是没有基本面说的 纯粹是股权集中一大堆 然后看看会不会突然一次炒起 另一种就是 今天讲开游戏股 其实有一种是家乡互动 家乡互动今天也是第一次走势上来 即是升上来 虽然它还行了 好像跟这些价位没有分别 但是今天是第一次衝上来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这支3798 因为其他有些弹得太夸张 我都很难说究竟 即是不敢叫大家盲入 除非你是拨一拨那种 那家乡互动呢 都是一些旗牌 开发商 应该都是一些 手机游戏 先看看 尔卡呢 其实我都很快说一下 尔卡其实也是 尔卡没有说的科技股 那其实呢 它也是兜了上来 所以大家都留意 那这些走势突然间转好的股票呢 那我都觉得是值得留意 那你看到我成交去到1.2亿了 那我先看看 那其他一些我都放了在观察名单 那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你PATREON的观察名单 那也都欢迎大家留意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 实际上有没有看到 因为有时我看到 有些人好像 问一些watchlist上高 怎么说呢 就是 总之感觉上好像 未必有留意到观察名单 那如果你有 有留意或者没有留意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大家也可以 看回 今天说的哪个觉得OK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什么都想不到 就可以加个火箭 做留言都OK 那1848呢 其实都已经是充了上来的了 那之前在说 九云配星股的时候 都有说过 所以大家都留意 这只1848 那回到 創新期致 大家可能觉得是重点 創新期致 其实呢 你说是否走势转弱呢 其实都很看 因为它其实是 慢慢紧 那现在呢 其实呢 我虽然在开市的时候 说21 其实实际上 应该是 20.7 但是如果你 真的 去到20.5都看到 那算了 那 可能你 唯有当个比赈走也好 那除非你说 你 你是 嗯 就是 就是 坐死它 那是另一回事 那如果它 是 就是 就是 照计呢 明天应该都会最多 是 跌一跌再 再弹上去 那如果它竟然是 跌到 就是 毫无 就是 毫无 就是 毫无 就是 那你都要 就 就是一开波 如果你见到 成家很快 都去到 一千万 那你快点走 那 所以 如果你 看价格的话 那你 设定是 20.5 那 没有 唯有机械式操作 你觉得是 20.5 那就闪人了 因为你不知道它 会不会去 因为如果 你最后 连19元都见买呢 其实都 挺奇怪的事情 因为 你现在 有个市人 不是真的差 你说 如果 19元 是 10月 那时候 就是 再多一转 是 10% 如果 10月 都觉得OK 但是现在 一个月 并不是 那种状态 竟然出现 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 它自己 可能 本身有些 问题 但是 你按新闻 都不会知道 就是 这些事情 之后才会知道 另一个 就是 雙汤 雙汤 其实 暂时 也没什么特别 那 它也是 两个半 才是 那个 指示位 那 当然 现在 听得多 越来越多人听的时候 会不会搞到 这些位置会有少少偏差 所以 你可能 你喜欢 2.4 又OK 2.5 又OK 那时候 就去 自己亏 那 如果不是 正正常常 就 应该 给你 可能 跌多一阵 少少 之后 就要 立即 美市 或者是 下个星期 都要 彈上去 如果不是 真的非常奇怪 那 当然 988 就少些 这些东西 因为它 你见到 成交金額去到 37.8 亿 就有少少 难去操控 始终 亦都去到 4千多亿 当然 就未去到 几万亿 但是 你见到 例如 你见到 跌得多些 那 当然 就是 越小的 成交金額 就 十八点几亿 三十七亿 多一倍 但是 你跌得多 就是 創新旗币 其实 它也不少 就是 八点几千万 即接近一亿 但是 它也多 过平时的成交量 所以 我说 就会 把这些东西 可能 觉得 它 一跌的时候 将来 我都会 在 配星研究所 的 Tier 中 将会 放出 那 就 希望 大家 可以早些 知道 或者 你不丢 都可以 起码 你知道 这好像有点异样 因为 不想 只得 升的时候 才有警告 跌的时候 都可能 会提醒一下 最后 就说 比亚迪 比亚迪 其实 这几天都说过 明天 再一次 示范 看看 它会不会 最低 都是 245 那就 不会跌得太多 就是 245 可能 都是 10% 就 应该 要 停 再 彈上来 如果是这样的状态 代表着 它真的走势好 看看 会不会 反过 它 反过 更加 夸张 今天 暂时 先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 点赞 点赞 留言 或者火箭 也可以 欢迎大家 加入Patreon 或者 买咪咪咪咪 咪咪咪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 再见 拜拜